櫻米的櫻米 義大利耶 他以前只要110日圓 這個 櫻米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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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發現的 這個是有點類似炸豆腐 那裡面就是有點像是台灣的那種螃蟹 我已經偷偷吃零食 這個是我在西空碼頭買 那只要我剛剛回頭又來看了 我真的覺得這 果然還是要我自己來 哈囉 大家早安 一大早 有點感冒 今天我想說去一下 SEIKO MADO 就帶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附近的SEIKO MADO SEIKO MADO是北海道就是專門的便利場店 所以我今天難得休假有一個 正當理由可以去買便當 開心 走走走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這個標 這個 就表示裡面是有現做的便當 跟大家說我每次來SEIKO MADO 最愛買的就是他們這個自己產的 SEIKO MADO自己產的北海道牛乳 然後這個牛乳很可愛 就是如果你們要分些沒有添加的話呢 這個有凹凹的 這邊有凹下去的 這個就是沒有添加任何就是 無調整成分 就是可以直接安心買的 像這樣子 就是平平的就是 有調整 比如說調整脂肪 或是調整乳 就不是真的牛奶這樣 我平常是很討厭吃納豆 但是SEIKO MADO的納豆真的超級好吃 它是第一個讓我愛上納豆的店 我覺得比起其他連鎖 比如說很多人都會推那種極小粒啊 我還是覺得就是那個納豆味道太重了 但是SEIKO MADO的納豆完全不會 就它的那個醬油的味道 昆布醬油的味道跟卡州就超級合 而且這個納豆如果你有會員卡的時候 會打折一個的話只要79塊錢 超便宜 手工麵包區 SEIKO MADO還有出這種 義大利麵 它以前只要110日圓而已 但現在就漲價漲成138 但我還是覺得很便宜 我最愛吃的是這個 這個CHIKI TABURI的PEPERO CHINO口味 還有一個很好吃的是這個 KURIMO APPOLU NARA 這個奶油口味超好吃 如果你們大家是喜歡吃一些什麼 YAKISOBA比較本地的話 在這邊有賣YAKISOBA 還有副兩個雞塊喔 然後170 或是這邊也有烏龍麵 嗯 我一開始來北海道的時候 我還有被這個拉麵嚇到 它是一碗包裝的 而且價錢很便宜 170而已 還有蕎麥麵 說到北海道就是這個 SOFUTO KAZUGEN 這個有點類似他們的那個 優酪乳的味道 就是很像養樂多的味道 然後還有學運的咖啡牛奶 來 小零食 Cheese Snack 的PIZZA口味 這應該是新出的 喔這個很好吃 北海道限定 米餅 起司口味的 然後還有北海道限定那個 呃 YAKISOBA 它是有點類似米果的味道 然後是北海道才有賣的 就愛吃他們家的甜點了 泡芙超好吃 超級大的 布丁牛奶 而且才218而已 下面有焦糖滿滿 我買這個好了 這個感覺超好吃的 有點點千層感覺 價錢162 還可以 布丁也買一個好了 它還有安寧豆腐 而且安寧豆腐還是芒果口味 北海道最有名的就是乳製品 你們看到那個起司啊 那個泡芙啊 那個冰晶 吃起來就對了 喔這個 明水的咖啡Jerry 這個是我們藏物超級愛吃 它每次都會 給我們發這個甜點 但我自己覺得有點苦 飲料那個也可以 大家可以嘗試看 它裡面會有附糖水跟奶精 然後它就是咖啡Jerry 但是完全沒有糖 就非常的苦 這個是SECO MART他們自己出的 只要他們有寫SECO MART 就一定有 就是他們自己的自家品牌 然後這個是鹽拉麵 韓管鹽拉麵口味 這一個 它就是有點辣辣 哇沙比的鹽拉麵 它不會太鹹 然後又會有一點點 哇沙比的嗆味 我還蠻喜歡吃的 這個 它就是裡面有加黑胡椒的 這個也很好吃 而且只有在北海道才買得到 麻婆春筍 冬粉 只要有惠文卡的話 就是可以打折 所以在北海道的人 應該我覺得99%吧 一定都會有SECO MART的惠文卡 冰淇淋最推的還是這個 限定SECO MART的限定冰淇淋 這個 這個是玉米口味 CANALA的冰淇淋 冰棒 這個是可樂 北海道的可樂口味 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 我真的超愛吃玉米的 這個也是北海道限定 玉米口味 這個也好吃 玉米愛好者 大家我自己一個人逛 現在就買了這麼多 而且還是我平常會買的 我現在在等小剛下班 因為我想要買那個熱食 但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話 沒辦法吃太多 所以我就在找一天就是 小剛有中間休息時間 可以跟我一起開箱 SECO MART的便當 我們其實平常都會買啊 但是平常的話 不會一次吃那麼多嘛 所以這次就趁這個機會 就多買一點這樣 各式的酒類扣拿 它這邊都是沙瓦 然後你們看到有SECO MART標示的 就是SECO MART的 可樂口味的沙瓦酒 然後平常比較常見 就上面有7%的 台灣也有賣的 V4G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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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恍 喔 阿道啊 好苦 還有現做的烤肉 有鹽口味跟一般的 有鹽口味跟一般的 欸海盜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藏雞吧 藏雞哪一個 我真的賞便當 他們最有名的是卡茲洞 604然後歐茉莉菜667而已 所以恐怕每一周的便當 菜市還會有細微的變化 所以每次去的時候 都很像開驚喜包 我超級喜歡的 小菜區 他們的那個北海道產的 玉米 這個有加打氣的超好吃 這是一般的飯糰 他們也有那種店內現做的飯糰 這一種 很多口味啊 我最喜歡吃的是塔拉狗 塔拉狗超好吃 然後價錢是278 我布丁再拿一個好了 這個是豐富頂產的 使用牛乳的布丁 我就買這些 超誇張的 但我買了很多我很喜歡吃的甜點 買了兩大袋 這裡回家吃 耶 我微波了這個 我剛剛轉了一圈 我還是覺得好想要吃他們家 手捏線捏的 就是塔拉狗 加上最近就是 一直下雨 然後北海道缺米嘛 我買了超級多 全部都是 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是 SEIKO Model自己做的商品 才3325而已欸 就出去吃飯其實 應該我們兩個人一起吃飯也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然後SEIKO Model就是又可以買到甜點 然後又可以買到其他有的沒有的 反正我覺得超級划算 超級大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好好吃喔 現炸的 它那個便利商店裡面是有廚房 所以就現炸 然後你拿到就是那種熱騰騰的 這個也是我最推的 我是喜歡大蒜味跟 就是有一點點辣辣的 它這個麵呢 就是義大利麵 它裡面是有含雞肉以外 它還有含一點辣椒跟蔬菜 價錢的話也才138而已 真的很划算 我Oder了一隻 它豬排醬汁超級濃郁的 然後很軟 它沒有滅力 要來吃一下我最推的 蒜香味之 它就好香喔 嗯 好好吃 那買到味道哪裡買到 如果買到什麼 成功嗎 Peperroncino 啊那你也喜歡Peperroncino 那我買到什麼 甜甜的差好 大家快看 已經有一顆快要進入秋天模式了 漸層 哈囉 我終於把小剛送走了 開心 我剛剛還以為今年就是 向日葵應該不好拍了 結果 今年的向日葵還可以嘛 還行還行啦 跟大家說這個向日葵的花田呢 其實本來不是用來拍照用的 但是每次都會有人經過這邊 他就會就是會有人來拍照啦 所以他就故意做了一個可以穿進去的線路 我不知道這是觀光客彩的 還是他特別為大家能拍照而弄的 就是這條線 你們大家覺得這個是觀光客彩的 還是他特別弄出來的呢 你們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呢 這個向日葵花田是在往昭和新山的路上 然後時間的話大概在八月底到九月都可以拍得到 你們看今天的雲 好可怕喔 第一站來大創買我的髮圈 我髮圈真的是到處丟欸 直接就是消失不見 買兩個 開始出那種冬天毛茸茸的 Sleep Bar了 哇這個好可愛喔 這種 好可愛喔是什麼 粽子喔 三角形 是熊 像粽子一樣 大家我今年還是買了 唉 主要原因是因為 呃 就是毛變多了 我同事跟 他是一個很在養貓的人 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要餵流浪貓 真的覺得他很可憐的話呢 你可以餵一次 但不可以超過三次 因為他會記住你家 然後我就說好 但是我只餵了一次之後 後面就是我們把垃圾放在陽台那邊 我每天都 我是每天丟垃圾 然後我們家裡面是不放垃圾桶的 我就是每天會把垃圾帶出去的人 然後垃圾就會放在陽台那邊 然後就被貓就是抓爛啊 反正就是很慘 然後貓就從一隻貓變成兩隻貓 然後每天早上會在我們家前面喵喵叫 小剛跟我說叫我去買個結界 這個 貓咪結界 45天的 要嚇死人啊 笑死我了 你不可以再來了 我每天為了趕走你 費勁了千辛萬苦啊 你走吧 走吧 掰掰 從來沒有看過的新產品 這個的話是可以洗換氣扇跟瓦斯跟浴室的種草 然後這個是可以洗一些黑色的發霉的地方 上面寫說 油 沙瓦 卡電 就是容易發霉的地方可以用這個洗 買回去用看看 今天天氣好好喔 我要去那個書店 然後這一間是喀茲店 另外一邊就是我很常去的寇普 我現在先去書店 我跟大家說我以前就是 有投股票 但我股票不是那種就是拚命投的 然後 我就是之前都投台股嘛 最近日股不是扁了嗎 然後我就想說要投 開始慢慢的投日股 因為 我之後的 就收入可能很大一部分 八成都是日幣這樣子 那我今天就來書店要找一個叫 Nisa的書 就是 日本有一個 制度是說 想要讓大家小額投資 因為 日本本身把 日幣存在銀行裡面是沒有利息的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 嗯 就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用的資產 所以 他如果既然放在銀行裡面不能 就有一點點回饋的話 那我就 你可把他投股票 所以我現在想要去看一下股票的書 好 好 好 今天的天空好漂亮喔 可是 颱風的 前的寧靜嘛 那個很可怕的 閃的一片一片的是怎麼回事 來加油 加油加油 我好像沒有拍過油價給大家看 走我們去看一下油價 一般日本的車都是加 Legular 就是紅色的那個 現在是157 我跟大家分享 我是大學一畢業就來北海道 所以我不管是開車還是加油 都是小剛教我的 我那次回台灣 我就是 既走錯駕駛座 然後又找不到加油孔 然後 方向燈跟雨刷也都打反了 我還被我媽媽笑 28.31公升 4552 伊勇 大家我最後還是來伊勇了 我只在康普那邊買了一條魚 哈哈哈 剛剛小剛 傳訊息給我跟我說 他今天可能就是 不會回家吃飯 所以 我就想說 那好啊 那我今天剛好就是 可以隨便吃一下 然後康普那邊的蔬菜 可能因為 他那邊本來都是賣在地的蔬菜 但是最近可能一直下雨 所以在地的蔬菜都沒有了 我想說來 伊勇看一下會不會伊勇 完了沒有一顆的 好可憐喔 小房必吃的豆腐 哪一個 哇 颱風根本就沒有進北海道 這個菜量是要殺人喔 呵呵呵 今年的秋刀魚 真的比去年便宜太多了 我的天啊 去年的秋刀魚貴得跟什麼一樣 我最近新發現的 這個是有點類似炸豆腐 很好吃 比一般的豆腐好吃 好像它就是北海道產 霧眠豆腐 希望是天啊 而且那個豆腐 綿豆腐 真的有很多 酷 不是 這個是 重點是今天的蔬菜不便宜就算了 還沒有 難過 然後 大家知道感冒的時候一定要吃什麼嗎? 我個人崇尚感冒就一定要吃哈根大使 哈根大使在日本的價錢真的是便宜到爆炸 以前我在台灣我都覺得超級貴了 然後沒想到來到日本就是有一堆超便宜的冰 賣這個 豆乳口味 看起來超好吃 哇現在豆乳系列很多欸 這也有豆乳banana choco 好慘喔第一次看到放米的地方全部都是微波米 好慘喔天啊 超便宜 而且我今天都沒有買打折品 都是蔬菜 今天的晚餐 馬鈴薯跟雞肉 然後還有昨天剩下的麻婆豆腐 今天吃的普普通通 小康今天 跟朋友去喝酒了 而且感冒他傳染給我 然後他給我泡去喝酒 氣死輪 今天我在看那個誰是 被害者嗎? 我最近超愛看的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喜歡看什麼劇可以推給我嗎? 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愛看推理啊 或者是警察 或者是 警察或者是暗殺 警匪 填寵去就那種比較戀愛的我就真的 還好 日劇的話最近在看 地面獅 我在看誰是被害者第二季 這個好看推給大家 然後 還有 還有地面獅 是關於房地產的那個也好看 就給大家 好看的獅 超好看 很多REALS很常會拍那什麼洞野湖的鐵板 現在這邊 嗚咿 好 北海道豐富丁的牛奶布丁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每次吃甜點都是早上吃 然後都是 運動完後吃 不管是冰淇淋還是 我有一陣子很久以前就是會晚上 配酒的時候配冰淇淋 然後後面就是 不小心發胖了 兩個 兩公斤之後 我就決定早上就是一律 就吃甜點 然後晚上甜點都是不可以碰 但其實我覺得這是錯覺啦 也沒有說 早上吃就是卡路里就會吸收的比較少對不對 哇 哇 嗯 好吃 上班時間偷偷看影片 太壞了我 我今天收到了很多 玉鼠鼠 大家快看 欸 我是小梅 我要當那個TOTORO的小梅 玉鼠鼠 這邊有四根 然後 這邊也是 北海道的玉鼠鼠超級甜的 我們收到超多 收到的TOTORIKEN的 梨子 然後總共就是很多 我們有分給同事 我跟大家說去年有一件事情就是 小剛他在我們家附近的那個 便利商店那邊就是 他要接我 然後他就停在 那邊等 然後他要倒車的時候呢 旁邊就有一個老爺也跟著一起倒車 然後我們看到同時倒車我們就停下來 可是那個老爺他倒車的時候他就這樣子 因為倒車的車是這樣子停嘛 然後每個車都是要這樣子之後開出去 然後那個車子他就撞到了我們的後背 然後因為我們家那台車子其實我要說真的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車子 然後他的刮傷其實真的只有一點點 然後我們也是想說要換車什麼的 所以就無所謂 但是就是我們家小剛他的那個氣就是消不了 他氣到不行 他就說你要先道道歉吧 因為那個爺爺下來之後他就 姨父就說我有撞到嗎 什麼的 然後他是從Totorigen自駕來他要還北海道 然後可能就最後幾站他可能開車就有點累什麼的 他就跟我們說他是不小心的 之類的 然後後面就是我們就坐在那個Seiko Model前面坐超久的 因為就想說他會有些表示但是他都沒有什麼表示 然後小剛最後就會覺得蠻麻煩的 然後這一點點小傷就是我們說要叫警察 然後那個爺爺又說他現在要開去別的地方住 所以就是不想要耽誤那個時間請我們放他走 後面小剛就想說算了啦就算他倒楣 我們就放他走了 後面最近他就打電話給小剛 因為我沒有留電話 他就打電話給小剛說可不可以就是寄一些梨子過來 給我們當做去年的道歉 然後小剛一開始聽到那個名字想說你誰啊這樣 他真的是那種你是誰啊你為什麼知道我電話 然後就說我是去年一樣在這個就是時間 然後夏天在北海道獨履的一個老爺爺 然後我不小心撞到你們的車 那個時候我有留電話 然後我想要把我們那個TOTORIKEN很有名的梨子寄給你們 所以他今天就寄了一大箱到公司裡面 然後我們就分享給了幾個同事 然後就留了幾個這個梨子 東鄉梨喔這個這個梨子這樣 然後告訴你們這個小故事 大家早安 我剛剛去外面跑完步之後呢 現在就是和劉夾背的狀況 在看那個地面詩 就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看過 是Netflix的一個影片影集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就在跟小剛看啊 他們就說什麼就是偽造那個卡裡面 這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卡裡面是有晶片的 然後我就這樣轉過去我就說 卡裡面是有晶片的 因為我記得台灣是一張紙嘛 一張薄薄的紙 然後上面就只有紙 所以我不知道原來就是 他的這個裡面是有晶片的 然後我們就拿手機這樣照 大家看 欸 真的是有晶片的耶 好神奇喔 天啊 你們看 真的是有晶片的耶 哇哦 我今天本來是要開車出去了 我剛剛聽到上面有希希叔叔的聲音 我超怕是熊的 然後我剛剛看 我要跟那一隻喜卡對看 你們看得到那一隻喜卡嗎 欸 欸 他看著我 哈囉 嚇到要死 他一定有同伴 反正至少這附近沒有秀 很好 嚇死我了 你們聽得到嗎 滷的焦 來 蘿蔔 新鮮的 還是冰的 超便宜 超便宜 上嗎 秋刀魚現在一個只要108 超便宜 秋天就是會有很多螃蟹 之外 ニカニ 哦 我跟你們說我超愛吃這個的 這個是小尊產的 這裡面就是有點像是台灣的那種螃蟹 尖尖 很像三點蟹的那種味道 超好吃 而且你們看這個價錢 哇 我等我還是會去伊勇一趟 所以 就每個地方買一下他們的蛋 кас 我要吃 這個 一天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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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買不到蔬菜耶 太神奇了 我的白菜都去哪裡啦 到底是 買幾個半價的豆腐 湯豆腐 最近小剛很愛吃那個麻婆豆腐 所以可以買幾個回去 買兩個 好便宜好大 平常沒有拍給大家看的納豆區 我很愛吃納豆 但是我喜歡吃那個 SEIKO MADO的納豆 這邊的納豆我已經試過了 這個我不行 然後這個我也不行 我覺得味道太重了 跟大家說 我吃納豆我就要遠離他 然後吃完納豆要刷完牙之後 才可以回餐桌 他多不愛吃納豆 他連聞到都不想聞到 很淡耶 沒有蔬菜可以買 GG 今天的目標完全失敗了 哇這個火令所的 價錢好可怕喔 300多塊 嗯 非常會吃的那一種 雞蛋現在沒有新鮮的 都40% 就是看起來有點 快死翹翹的那一種 將~~ 看起來好肥美喔 喔喔 這個感覺很肥耶 大家快看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肥 是不是可以買 小剛最愛吃的這種烤魚 小剛最愛吃的這種烤魚 幫他買一個 放入 超大的一滴 這個尺寸比較大一點點 這感覺就是炙燒起來一定超好吃 516我好想吃 下面就小一點點而已 其實 來做一個清蒸好了 這家人超便宜的 做一個 洋蔥什麼的清蒸 我最愛吃這個摩滋了 等會等他打折 我就買幾個 200多塊嘛 應該在40% 這脂肪有一點點多 買這個回去做麻婆豆腐的時候 剛好一盒一盒的可以解凍 買兩盒吧 你們會不會有種 真不愧是北海道的感覺 因為他還附發他醬汁喔 然後還有火大杯一個 然後還有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 雞肉的東西之類的 但全不加起來 還有麵在裡面 這樣才356耶 有沒有超便宜 最愛的飲料 每次伴教我都會買 我覺得這兩個都很好喝 如果你們很常會吃那種 呃... 優惡的話 伊勇他們家自己的產品 超便宜的 你們大家看這個價錢 這麼大罐喔 然後還有生乳口味的 跟加了蜂蜜的 這個也很好吃 我們家的話就是 我們... 我跟小康兩個人出門都超級無敵快 就是兩個人就趕著要走這樣 所以呢 我們都會買這個 然後現在是300塊錢以外 他也會有50的coint 所以其實實際上只要250而已 很划算 而且他是不加那個砂糖的 可以加我們家的藍莓一起吃 我之前介紹泡麵的時候 忘記介紹北海道限定 就是 像這種雅基壽巴 是北海道限定的 就是只有北海道才有賣的 他這個的話就是 有明太子口味 塔拉瓜雞 然後還有一個是 ABCO口味 都是那種拌麵 炒麵的味道 晚餐菜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購物 就是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便宜的肉啊 一些咖哩的豬肉 然後 跟一些這種 南果子 炸雞卵 這個小剛好的時候 晚上出去喝完酒回來 想要吃的時候就會給他吃 然後 抹汁的話是 我要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會加進去超好吃 我決定了 買這個了 豆苗 我真的需要綠色的菜 非常需要綠色的菜 日本的這種冷凍甜食 真的超級好吃的 而且有很多種口味 就是那種 像在北海道的人 你沒有辦法 馬上出去買個什麼東西 他們那個冷凍食品 真的都做的又好吃 然後又好料理 我已經被逼急了 我要來買 冷凍的 阿斯巴拉 切好的那一種 這樣 今天馬上就要回去了 我跟大家說我最喜歡吃的是這個 哈根達斯的卡拉麥 口味 然後他現在新出了一個 起肩餡丁 是那種有點像 閃電泡芙的那種味道 然後是巧克力口味的 看起來超級好吃 你們看 你們快看 要買兩個 不然小剛會生氣 為什麼只有 你的份什麼的 所以我每次買這種 貴貴冰淇淋 我都會買兩個 好了今天就買這樣 我感覺會有一萬塊 我們來看一下有多少錢 將將將將 折扣是三千 然後總共 換七千兩 沒有一萬耶 成功成功 還買了兩個 哈根達斯的冰淇淋 開心 超多東西的 今天的大重點 將將 開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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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